怎樣?懶惹過來半島做什麼? 看拉卡嘛 為什麼有拉卡看呢? 這裡有一間拉卡套頭 F22 好正啊 剛才我們就不是誤打誤撞下去 抱著一個樹紋的身份 就衝進去 裡面那個服務員、店員 真的比我們想像中 很nice 很多 甚至有些recepted area 都帶了我們進去 我們看到一部 英雷王的機構 好像這個世界只有兩部 一部就在英雷王手上 另外一部就在這裡 很可惜我們隔著一塊玻璃 沒有拿上手 可能我們回到這個 樹紋的位置 離開半島酒店 繼續拍我們的窮L拉卡日記 歡迎來到今集的交涉 我們是供奉緣了 去到朝鮮駛了 所以我們就尋找背景來 尊重一下 是啊 Colin 你今天有沒有想像 今天帶了這個 M-Mine Leica CL 我有你的後代 這個是電機 這個是野仔 你那個是私生子 私生子 有很多朋友說 我們做這個窮L拉卡系列 一部M-M機都沒有 M-M機就沒有 M-M機就沒有 是啊 我們繼續說M-M機 M-M機都很多 但是沒有M-M機 是啊 為什麼呢 說到尾都是窮L來的 是啊 就是 相對地貴少少的M-M那些 但是窮還窮 我們窮 雖然買不起一部M-M機 但是我們買得到歷史背景的自食 就是直接說 對 直接吹 好 好 我們首先吹一吹 大家知不知道M-M-M是什麼時候的事 你說吧 哈哈 不是 我們只是看維基 沒錯 沒錯沒錯 沒錯 話說是1954年發明 是的 當時算是一個大躍進 是的 那個躍進去到什麼層次呢 其實就是 當其他人都已經是有一個Mount的時候 呢 拉卡還是很老套 是ScrewMount M-M-39是拿上去的 是的 L-L-39 對 那本鏡就很麻煩 要特意對合牙 拿很久 那嚴格來說 拉卡和Pentex 都是落後市場的 是的 即是在這方面 你說應該都是賣的數量 對吧 不是 是Mount 是因為它很成功 是的 所以它就 抱著不幫 抱著不幫 但是歷史就會不斷向前走 是的 就會開始摒棄它 那些人 那M-Mount呢 勁就勁在呢 有一個叫做連動 連動對焦景 對 對 對 有很多空間的機器都有的 是 但是呢 M-M鏡子設計 當它轉Focus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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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一月的鏡頭會轉 對 對 它又會給到一個 不同的鏡頭 會給到不同的頂針位 讓它 對 對 所以是 其實說到底 為什麼這麼多有錢人都喜歡玩拉卡呢 其實是因為那種機械的精密度 其實跟玩錶是沒有分別的 你不會玩攝影錶的 你玩也是玩機械錶 所以德國的東西就是玩機械 你買運行車也是這樣 就是鏡片那些東西 事不宜遲 先講講Lyke的歷史 以前Skrooman我們有些忘記了 然後54年出了這個M3 M3之後其實就很成功 搶了很多時間 因為開始人們會用Contest 轉換去做IQ 但是世界不是只有你的品牌 這個世界由54年是什麼日子 戰後 大戰之後有兩個俗心局 一個叫德國 另一個叫遊戲 兩個都發展得非常快 很快 真的很快 在美國的之前 日本快點 日本快點是因為它 是從新來過 全部東西沒有 本身沒有自己的東西 被牽動立制之下 前後都是剛剛被人押著的 就是被人推著走 這樣就會出一些高高的東西 又不可以過人頭 是 是 而60年代大家都記得 由Pentex出現 跟著單反世界出現 同一時間 Lyke其實發展到 由M3 M2 跟著出回M4 跟著M5 其實正正就是Pentex的年代 1960年 那 那個年代的 機器已經是很安排的 當世界已經是單反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而你還在說 關線 有五差的 有五差的 那世界就慢慢淘汰 去到M5 就是更加是 大家因為 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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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用的 M5 其實就是Lyke最後一部 真的有心做相機 作為工具的一部相機 我們說這麼多 我們沒有一部 一部都沒有 我們沒有持有的 是的 那呢 M5是幾多年出過的 當然不知道 1957 不不不 對不起 1970 1970年 1970年就出了Lyke M5 而是正式 告訴老闆 你失敗 那怎麼辦 那就出回M4出來救忙 是 但是呢 你要知道 M1 就是一個 沒有得 要鼓招的機 M2M3M4 是沒有 是沒有這個 測光的 是的 那也沒有TPL 是 M5就齊了 什麼都有 但是就樣子 大部 那為什麼它做到這麼大部 就是因為技術 彈制 是因為 要把自動的東西放進去 但是它機械 在我們裡面做不到 做不到 因為它那些是電子 電子 電子和機械 東西是 擺不來的 所以 德國人很聰明地去找日本人 去做一個技術轉移 是的 好了 那說到它要做技術轉移 我找到一間日本有名的廠商 是 MENOTA SONY的前身 是 SONY相機部門的前身 是 是 MENOTA還沒有死的 是嗎 是 在拍攝機 是的 那就出現了第一部 私生寺 是的 是 這部先的 是拉卡 天生私生寺 但是這個是日本製造的 是嗎 是的 日本製造的 就是叫做私生寺 因為 老爸就是拉卡 但是生他出來 就是日本的媽媽 你要問一下為什麼是日本製造的 是因為德國做不到 是的 首先這一部 是一部 都叫做全手動 全手動很小 電子拆光 電子拆光的機 是的 但是機械是發門來的 是的 那這件事呢 就是德國佬當時做不到 所以不是你努力就行的 是的 是的 那你就 偷吧 那不偷別人 德國佬和日本製造的 是朋友 那你就去合作 是的 沒錯 那熱了就捉蟲 是的 這部做到 小過M 當然 小過M4 真的完全 完全不知為什麼要買M機 完全不知為何要買M機 改了整個感覺 整個感覺 還要是 那就可以競爭 再有另一個力量 去跟這些大機競爭 單版 是的 日本仔在設計這部機 那時候 他將轉盤擺在前面 那這個是意見 拉卡機是未出現的 那你想想一下 為單手 是的 又是單手做了所有事情 又不用反覆機 在機面上看 是的 那還有呢 日本人 對於用家的那個 體驗 體驗 改進 是真是 沒有人難過的 那所以這部機 實在太太太受歡迎 那 其實德國佬都知道 那 拉卡都知道 這部機實受歡迎 是的 那所以 在先天上 煙割了 對 第一 就是它的 線框 就是那個 分明 這個是有 40 90 40 50 90 就是 因為沒有了 35 就變成了很多 忠實的拉卡 人士 就會覺得 這部機 不夠原裝拉卡 沒有拉卡味 是的 但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它那個 所謂的 兩隻眼睛 是啊 很窄的 就比較窄的 那就會變成 那個 準確度 對焦的準確度 就沒有那麼準 所以呢 雖然是這樣 是 但都很好賣 依然是大賣的 還要當時 它賣的價錢 是非常親民 而且是Kidsak 是 是 一個盒 是啊 沒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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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去到後期 這個是 我們看到的 一部電腦版 其實後期是有追回的 有分一個版本 是有三支鏡 不是28 的版本 是 因為值得太貼業了 它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皮套 當時呢 還有一局的 橙 跟它可以配 這件事呢 如果當年 不是說價錢 如果當年 你要買一部 真正的Nika 你可以買兩部電腦 連著鏡 那個就沒有鏡 所以 你想想大家會怎樣想 只要一支鏡也值得 而 經常都是說一句 日本人 是吧 有時的人買日本車 我要GT-R 為什麼 因為GT-R可以贏到人 馬拉利 是 所以 它會覺得 我買一部日本機 比你還小 比你 德國機 又方便 又輕身 對焦又盡 還有40 那麼 何樂而不圍呢 這個就是 Nika CL 的歷史 所以大家想到了 當時 1970年出的M5 和這部 73年出的CL 作為精明消費者 是你 是我 沒錯 又細部 又一機兩鏡 是很難買M5 是的 這件事 導致到今天 都沒有人喜歡M5 即是就算你用開M機的人 有幾支M鏡 我買了這一部又何樂而不圍呢 但其實呢 我也覺得M5 是一部好機 這麼大一部 我用過好機 但是 遷返門很方便 但我真的不用保持 我會覺得 建造像Tank 樣子太壞 不過 它真是一部Tank 這件事不知道 好 那 時間 很快過去 日本的經濟 也都財資而行起飛 是的 七年之後 七年之後的1980年 是的 當時日本仔財大氣粗 是 拿著DV機到處去旅行 說話大大聲 是的 拍完之後永遠都不剪 是的 當時他們出了一件 滑時代的產品 也是 都是Leica M1 第一部不是Leica出的機 是的 出了這部滑時代的產品 這部厲害到一個什麼 什麼點呢 就是這部機器是1980年出的 是的 它居然是有TTL閃燈 是的 不是靜止測光 不是靜止測光 還要閃燈嗎 是的 這兩點就是了 TTL閃燈這件事 那就是Milota閃燈 是的 很久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單反世界裏面 在Leica裏面要有TTL閃燈 要數到M6的第二代 是的 M6 TTL 是的 說的是1998年 即是遲了16年 16年 是的 而再講講這部 這部東西 還未介紹 先介紹一下 這部叫做 Milota Milota 這部叫做Milota CLE E for electronic 是的 全電子的機器 但是手動捲片的 都要 是的 但是如果你不入電 是不開機的 電快門 自動測光 咦 那就很像那部M7 是的 你知道M7是多少年嗎 M6的時間 是的 剛才也延遲了16年 M7是要2002年 哈哈哈 即是說得遲了22年才出到 是的 所以呢 這部東西不是脆水 這部真的是高科技 再講多一點點 它這個測光的 測光的科技 是又進步了 非常特別的 剛才提到 TTL測光的意思是 不一定是 閃燈的 那裏面呢 其實裏面有一個叫做 SPD的功能 這個就是SPD 是的 就是Sport的Photodial 感光 令到它知道它的光暗幾多 而繼而改變它的快門 做一個測光 是不是簡單來說 叫光敏電柱呢 是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更加特別了 那其實它呢 是有一個光敏電柱 但是呢 其實它是用一個反射式的方法 那剛才那個是直射式的 還有大家都看到 就是它那個點呢 就是一個鏡頭正中間 那就是好像 對啦 好像我們現在攝影一樣 就是說平根測光 和Sport定點測光的分別 那你會看到中間裏面 好像有一個背景布 有很多點點 好像窩鬼魚皮 其實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看上去下面呢 其實是有它的測光的optics 那它是看著 那支鏡頭的通光量 在頭射在這個版面裏面呢 就用下面的那個Sport 來做Sensor這個位置的光暗 而做一個更加準確的測光 喂 介紹一下 這部CLE呢 除了剛才說的TTL優點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神父奇奇的 就是有這個Self Time 很突出的 怎麼紅點啊 這個還要是煽動快門 而當時呢 更加為了搶這個市場呢 NENOTA 出了一系列 看上去真的好像拉卡鏡頭 是拉卡鏡頭 是 但是是NENOTA鏡頭 是 完全是NENOTA 沒有拉卡 沒有拉紙什麼都沒有 但是造工和配色 和拉卡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差很多 老老實實 它的玻璃是差的 是 是 你也收過一支 就是這支 就是這支 然後找了這個 你介紹的 葉Sir的改建世界 葉Sir的改建世界 幫他買廣告 是 來抹鏡 是 用了我五百元 是 不是三百 三百 還要在茶山丁交收 是 然後抹完出來 都還是有些Forg 但是已經好了很多 好了很多 一體已經很大 但是二十八 是啊 在Range Finder 二十八很歪的 是啊 很歪的 是啊 差不多可以 拍Forg 是啊 是啊 這部呢 Leica的野仔 為了證明自己 和Leica 有少少條線關係 在這裏加了一點紅點 紅點 是啊 而它每支鏡頭呢 都在這裏加了一點紅點 是啊 已經不確實地 放一支鏡頭在桌面 都以為是Leica 但是呢 很可惜 這部機就是這樣 哈哈哈 你也是離不開電子的 都是 我有時用這支 這部機的時候 都是差一點的 速度上 還有日本仔 即是它脫離了Leica之後 它更加賤地 是用了這個開背式 換菲林了 即是真的脫離了那個血液 對 純粹是為了人體工學 方便而設計 是啊 再加上這個 Leica 死都不肯做的 那個手柄啊 這個手柄啊 是很膠不行啊 很膠 很養碎 但是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 你看一下你這個 有沒有洩菲林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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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說 你那部是脫腹式的 脫腹式的就是這樣 脫腹式其實都不是Leica的專領 是嗎 這個像是Context的設計 那時候很多機都是這樣的 是呀 即是C字形 即是鵝仔機都是這樣 很多機都是抄Context 但是這個就是Leica正宗 脫元的東西 鴨片器 鴨片器 轉鬆了之後 漏光機會率都低的 是啊 那大家問我們為什麼 還沒買一部AM機呢 那 整支圓米 我們打算找一下租圓米 是啊 因為我們很滿足的了 是不是 你有沒有使用很滿足 很夠啊 買一部AM機我不拿出街 很棒啊 還要自動的 這部挺好的 這部真的挺好的 買一部來換一下 看看沒有疫情價 是不是要趁低吸納這些東西 我也想 我用完 我用完 手動開門 都想 死啦 Self Timer 我要定到 Hold住先 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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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好了 拍到了 和現在的數碼 都是同一樣東西的 就是調了Self Timer 之後 然後按緊了 Cancel 我經常覺得這個Hood真的很漂亮 樣子 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由這部機之後 我們就可以玩 再講多很多話 就是說 買不起M機而已 我們可以買M機 但是呢 老老實實 天呢 不太美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月本想和大家街拍的 是啊 那算了 我們慢慢遲些交相片 吹一下水先 拜拜 拜拜 我相信 我相信 你不太看得不到 你看你 我相信 我敬你 我的首次 你要拍到 多久 我也是